Hello 大家好,繼續分享插寶級點的方法 首先看看這個卡牌牌組 卡牌牌組我會以配件數量、傷害、移動速度排出一個次序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身上有什麼卡來組成 然後選擇戰役、老兵、張哲儀的魚蟲先鋒 這裡選擇用老兵,新兵難度也可以,不過寶級點就會少了 進入遊戲之後選擇哪個角色都不太重要 不過最好可以選擇增加傷害和炸彈數量的兩個角色 然後選擇你的炸彈牌組 由於這一關已經是尾段,所以卡牌會提早給你 在後面的卡牌,因應你的組合來選擇 通常會把移動速度放到最後,進攻配件卡就在前面 開始就買最大量的破片收樓彈、寶品和工具組或者電擊槍 工具組就是開一個迷你機槍用,電擊槍用來自保 有時候以防隊友沒有時間救你 開場就把這個迷你機槍放到正中間 讓自己或者隊友可以用 可以看到其實隊友已經衝上去了 不過小心會被精英怪獄 當見到聖人魔出來的時候就可以馬上丟掉這個手榴彈 可以看到聖人魔很快就已經沒有血了 這裡不知為何突然之間自己殺死了自己突然間爆炸 雖然這裡不是完美通關,不過依然可以給大家看看 如果有隊友倒下的情況下,通關補給點會比較少,所以要注意 基本上這裡已經沒有任何威脅,可以直接衝上去 當然要留意前面會不會有精英怪擋住你的去路 差不多接近安全室的時候,小心會有一些沉睡者 通常會有兩隻在這裡 大概時間落在3分鐘左右 成功通關 見到完成就可以立即離開遊戲 剛剛發現的話,如果沒有倒地的話 應該可以再加10分的補給點 不過也算是一些小失誤,街場都會有的東西 影片差不多結束了,到這裡 再見到這件事 再見到這件事 再見到後 請問一下 這件事 請請訂閱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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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